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只有做录影 还有基本的剪辑 然后再把专案存档 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 其他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 因为他每一个投影片都是独立录影 所以如果以后你想要调整顺序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按着它移动就好了 你了解我意思吗 好你就可以像这样子直接去 做你的内容调整 好那另外呢 如果你已经OK了 我可以透过这个Share 你看这里有个输出 你还记得早上我们怎么样 把录影完的档案下载一下 是不是要先传到server端 然后再进去再把它下载 可是我们旧的电脑板不用这么麻烦 你就按输出档案 然后他就开始准备输出直接变NP4 就这样子 而且也没有档案的录影的数量限制 跟长度限制 所以这个是他一个蛮方便的一个地方 这是如果你要做输出档案的部分 你就可以像这样去做 那刚刚呢我们在这里 子愿有提到 要做自媒体 录成影片 用一个范例串联执行一次 对啊 我大部分现在的 就是你所看到的 我在部落格上录影的 教学我不会 就是说现场教学我就不会用这种方式啦 但是 我的那个录制的影片 我大部分会用这个来做 其实你看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你先把你要的情境先准备好 对不对 我们刚刚不是有这些情境吗 我一个像这样子 然后一个是全框的 一个是我不出现的 那么你就可以照你的流程录下去 那如果说有一个情境是 你比较喜欢用简报的 你觉得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们也可以把简报录进来 你有两种方式啊 我问一下好的 你们是都比较习惯用简报吗 你们平常不管是录影或上课 都是依赖简报吗 其实我不一定 因为我的教材很多 如果是像一些常态性的课 我不见得简报用那么多 因为我很多时候我会搭配one note 就是我看一下现在看到的画面这个 你现在看到比如说我有这个one note 我的教材很多其实都是放在上面的 所以我不一定要依赖简报 会像这样子 所以简报是一种方式啊 我做一个示范给大家做参考好的 我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边是可以汇进来的 好如果说我的这里面 嗯 notion 我找一个 我找一个简报档案 好我找这个简报档案呢 它是就是5月我的最后一场延期 在屏东的 好那你看我有google简报 对不对 好但是呢 我现在呢我想要把它汇入到我的那个 嗯哼里面 那我就把它下载 你可以选择下载成pdf或ppt都可以 好那我这边我把它变pdf ok 我就让它帮我保留下来 其实页数我会比较建议不要用那么多啦 好因为汇进来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等一下呢会把这个页数我稍微减少 我可能大概用三四个页面就好 其实老实说像这个 你你要自己去练习看看 去找到你觉得比较符合你自己工作流程 好或者你工作习惯的这种 这个叫做情境 好你看我现在这边 哎我等一下 我应该用另外一个把它打开 来 因为我希望这个页数先不要那么多 哈哈 好 好 我现在呢先把它的页数先减少 我就保留三个页面就好 剩下的就把它拿掉 ok 那我把它存起来 好的 那我现在呢有了这个PDF 如果我想要把它汇到我现在里面 你看我从这边 我就接到后面这里 从这里 有没有汇入简报 好它的简报我刚讲过包含了PPT X 还有我们的PDF都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啦就是Keynote 好这是Mac上的 好所以我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档案 不让我卷动 等一下哦 他有罢工的行语 好有了有了 来 哎 不让我动 好现在有了 好 所以呢我就在这边 50 Monica那个50个页面是真的太多的 我你如果页数多 我就不会建议你用这种方式 为什么 因为你就用抓萤幕画面就好的 这样了解吗 因为他其实这种不管是PDF 或者是简报 他其实进来都会变成静态的 也就是他会帮你转换成图片档 好 所以如果你的页数太多 或是有些老师他比较 想要就是我要有 Copo里面的动画 还有他的一些转场效果 那很抱歉 你用这种方式 他就是变图片而已 反而效果不好 那我就会建议大家 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直接进来 就选择什么 直接分享整个萤幕画面 或者你要那个视窗 这样就好了 这样呢也符合你的 就是使用习惯 对不对 你有PowerPoint的那种界面 让你了解 好你看我把它汇进来 三页 好他就问你这件事情 要不要汇进来 好推入 那你会发现 你有几个PDF 页面他就会 在这边增加进来 可是他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在上面这边 有没有这样转换的 他就会变成 背景图 好已经汇入成功了哦 那他会变成一个新的 有没有 变成一个新的简报 我把它打开 好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把我变小只一点 你看我刚刚的简报内容 有没有进来了 可是他是变成图片 好变成图片 所以如果你的内容太多 你就是用这个萤幕画面分享 那你就整个全萤幕分享 或是某一个视窗 这样是不是就把你原本的操作习惯 好你比如说你原本就在PowerPoint里面 好或是像我的Google简报 你就照那个方式去操作就好 好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境 你都可以自由选择 这样可以吗 像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把就是可能你会用到的情境 先透过这样的方式跟各位分享 那待会我们做好了 那个录影完了 我们还会需要一个片头 那甚至你会有一些什么 需要剪接的功能 对不对 好那你可以用剪映啊 你可以用微地导演 可以简单剪辑一下 可是呢待会我也会用什么 用Veroom 我们一起来玩玩玩看 这样OK吗 OK吗 好所以我把这个部分先暂时到这边 跟各位分享 那你可以自由的去看一下 看你想要试看看你要用哪一个 你用这种荧幕分享的 应该是最接近我们平常 线上课程的方法 那也比较接近大家平常操作的方式 你如果一定要会进来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叶数不多的时候 其实效果是还蛮不错的 因为它就是变成像这样 拳框 肩膀等同我原本需要一张一张 把它交进来的这个媒体 你现在呢就是透过它的转换 全部变成图片 不管你是拳框还是肩膀 通通都可以 你看这样就大家都变肩膀了 这样OK